来啦 这是我们学生 这是郭老师新收的一个酒字 叫周酒粱 给谁捧跟谁这场粱 酒粱 咱们开书 说书之前都有定场诗 不知道杨主任今天说没说定场诗 说了吧 忘了吧 您这人太惨了 下午状态不太好 您走着晚上谁来 咱晚上我给你 好 你天真状态不好 咱晚上说个热 喝啥 都是那个说不了 姑子 遇到您是我的冤 死送他底的爱 心在跳情在烧 恋人相遇就像你一样神话 好 好 跟谁说的 跟谁说的 你偷死了 你昨天在订场诗 是 咱们 书接昨天 您一个什么话 小武艺这部书啊 要是按过去老先生来说 能说两个多月 我呢给它压缩到一个半月或者一个月左右 只要干到白沙滩 白沙滩利泪 我就彻底熬出来了 你这前头的情节都没有白沙滩利泪热闹 这部书 这部书 徐良是走哪胜哪 可以说是长胜将军 三国里边的赵云 都说赵云没有伤 打了一辈子仗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实际不对 赵子龙身上有一处伤 就是手指头上有一处 长板坡马落炫坑 人家拿枪扎 手划了一下就这一处伤 那是长胜将军 徐良在咱们这部书来说 百战百胜 白沙滩碰见了对手 身权太保汪兴族 徐良是头战汪兴族 败二战汪兴族 险些是败了 打了个平局 因为汪兴族身体不好 口感风寒 三战汪兴族 北侠客乌阳春 传授徐良八个干禅 徐良三战汪兴族 那段书叫利匹身权太保 王兴族的师父千朵老梅花 苍九宫不干 苍九宫不干 这为什么要乐呢 咱是不是哪个 哪个朋友起的这帮 没有叫苍九宫还是怎么 千朵老梅花苍九宫 人中的剑客 登台 那徐良跟苍九宫打 衣服都沾不上 真摆给 没错 说的什么呀 你们这个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有的时候 那是酒在大 你们是景在 苍九宫 好家伙 十个老头上去 十老汇梅花 最后才把苍九宫给降住 白沙滩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书 马上就到 只要说到白沙滩 我就长出一口气 怎么说怎么轻声 书接昨天 徐良在庙里头 弄了一套吊死鬼的衣服 把这吊死鬼的衣服穿好了之后 困了 靠着棍材 正要睡觉 就听外头 传来 饺料声响 哗哗哗哗哗哗 徐良扒着门缝往外一看 一瞧尤打大道上走来三个人 两个借差压着一个犯人 一瞧这个犯人呢 残透了 身上穿的这个衣服 那个破劲就甭提了 都露了肉了 鞭子抽了 棍子大 滴滴答大王下肢堂穴 这个公子走到这儿 也有点累了 二位借差了 我走了一天一夜 实在是走不动 让我在这儿歇一会儿 二位借差大爷 行行好吧 两个借差一乐 好吧 公子爷 谁让我们押您这趟差事呢 押着您这趟差事啊 我们是倒了鞋没了 也不得吃也不得喝 得了得了 您就靠着那大树献活 您献活我们也献活 哎呀 多谢多谢 这位公子爷被靠大树 沉沉的睡去 两个人 两个借差看了看 一瞧真睡着了 聂族千宗 来到公子的跟前 公子爷 公子爷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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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一看 真睡着 地了的颜色 大了一个手势 哪个意思 傻 再看 再看这两个人 来到公子的对面 一伸手 又打腰里 撑出来一幅绳子 啪 绳子敞开 往前一踏 往前一地 抹肩头拢二杯 捆好了之后 围着大树开始转圈 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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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圈之后 弄一死口 捆上这一拽 那家伙睡得再辞职也能醒 两下一瞳 再看公子爷 哈 你揭拆 这是何意 何意 哈哈 公子爷 何意 还不明白吗 这个地方 穷商僻壤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我们在这儿 要你的小命 这也不能怨我们 谁让你娶了个漂亮媳妇 你媳妇给你惹来的麻烦 到阎王爷那儿 把这账都记在他们身上 跟我们哥们可没关系 公子爷 公子爷 我们就干这手活 手下杀人无数 你放心 我们手头脆了点 保证让你少受点罪 说了这句话 再看这两个借差 再看这两个借差 手举大棍 往下去撒 真要发场 这位公子爷 避词无疑 这个棍子都落下来了 公子喊了一声 二位借差 请吧 你要有什么话术 二位借差 让我再说几句吧 我也看透了 我向你们求饶也没有路 反正也是一个死 娘啊 娘 儿 不笑啊 不能在您老西前尽笑 说着话 准想答应你们俩 看出来了 说着话 公子爷 往开封府的方向点了点头 爱护兄弟 兄弟爱护啊 余兄 先走一步 三个血量 小弟 先走一步 二位借差 来吧 公子爷八言一闭 把脑袋就递过去了 那意思啊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 两位借差一横大观 哥 公子爷一抱爱护 一抱徐良可不容易 可就把庙中的山西大宴给惊动了 徐良那是人中的侠客 遇到不平之事肯定得管 尤其在报了爱护和徐良的名字 那就更得管 徐良仔仔细细看了看这个公子 根本就没见过 这是谁啊 他怎么认得我呢 我的爱护叫兄弟 哎呀 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不容多想 你想得好 照十分钟想那脑袋下来了 也就在两秒钟 再看这棍 打 打 打 招着公子面门就在 公子看着 先说完了 非死不可 也就两秒钟 再看徐良一抬嘴 打 就这一下 喵 喵门可就踢开 山西大宴非身形就跳出来 招 徐良往外一蹦可不要紧 把这俩借差 吓 好全被死了过去 您别忘了徐良穿了一身 一身 吊死鬼的衣服 呸呸呸呸呸呸 直蹦 一按机关带 吐舌头带 徐良大店铺到跟前 冲其中一个借差 舔人一口 把这借差吓了 吓死一个 那个是撒腿就跑 哪徐良能让他跑吗 大店铺过去 啪一伸手 把后脖领子盗住 举起来了 先说摔死 就扔下山崖 摔成肉酱了 把花香坨熬去吧 徐良大店不过来 一看这位公子在那儿困着 吓死 吓得真咄嗦着 啊 这位公子 啊 徐良想我 穿着这个 把这吊死鬼衣服脱下来吧 脱下来往旁边一放 扑了前胸 垂的后背 把这位公子爷救醒 啊公子醒来 公子醒来 哎呀 哈哈哈哈 徐良一想这没办法 我就长这模样 我化妆啊 还不如不化妆呢 哎呀 公子醒来 又给旧醒 徐良强着说 你别怕我 不是鬼 我是人呢 哎呀 你可吓死我了 好想 这还不如一棍子到我打死呢 哎呀 你是谁呀 啊你不认识我呀 说着话徐良 把金色大婚刀冲出来 绳索砍断 把这位公子爷放下来 公子 你刚才 你喊爱胡你还记得不 啊我记得呀 爱胡的是我兄弟呀 啊你还说三哥徐良 啊徐良 徐三哥那是我大哥呀 我就是徐良 一说我就是徐良 这位公子定睛一看 耍白耍白的白眼眉 这东西没有假 徐良的logo 白眼眉 紫阳干 谁没事把自己眉毛染白了 哎呀 三哥了 咱们这是做梦不成啊 我怎么在这碰见你了 那两个借差呢 全让我把他娘给收拾了 究竟怎么回事 这一份 这位公子也把自己的遭遇 从头至尾 讲述一遍 各位 不讲可不要紧 一讲这遭遇 只弃得山西大雁徐良 三十神暴跳 吴灵好起疼哭 疼了 这火就上来了 哎呀 心说天下还有这种不平之事 这位公子啊 姓石 单名一个俊子 叫石俊 他的父亲叫石世昌 石世昌原来是做官的 后来啊岁数大了 辞官不作 辞官不作到老还乡 得了一场暴病死了 但是家里头挺富裕 可以说是家乘人之 这个石俊跟艾虎两个人败了把兄弟 艾虎就说我三哥徐良 那大能呢 今天他没在 他要在 凡仨人一劫金兰 好比当元桃元三劫义 哎就这么说 两个人结拜 把徐良给算到里头 所以说徐良没见过这位公子也 您想啊 他爹石世昌呢 原来是做官的 家里又有钱 得给孩子娶个媳妇 这娶媳妇 你看咱们人家 挑媳妇还得好好挑挑 得漂亮的 又得什么贤惠的厚头的 又得好听书的 好家 这个 人家当官的挑媳妇 那更不容易了 保媒拉气的全来 好家媚婆天天排成队 最后说来说去 今间有一个姑娘 原文上写了三个字叫金母的 您说这女的这多漂亮 金母的 意想之美 您心目中的美女什么样 她就什么样 妖途漂亮有多漂亮 小肉皮那个白呀 有贤惠 真献活还好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跟石俊小两口子是恩恩爱爱 一晃三年是相安无事 单说这天赶上清明节 石俊带着金牡丹 得给自己的父亲石士昌去上坟 换 正上着坟 犹打大道之上 来个一哨人马 正当中一匹白马 马上端坐一竹 这竹长得是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披头散发 大蓝脸 红眉毛 大鼻子大嘴大牙 马鞍桥上挂一口大砍刀 身后跟着打手无其数 这竹是谁 本地的恶霸 伏地太岁 东方明 拿在当地来说 地痞破耳破 人家是大鹅霸 过去天津 有一大鹅霸 我们元文慧 那我们官称元三爷 过去说相声的 想在天津立柱楼 必须得跟元文慧搞好关系 那是天津一杆大齐就是长家 老爷子长连安 那是跟元文慧关系不错 也不元文慧咱们就爱听长家的相声 捧长连安 捧长连安 当初有个小蘑菇 常保坤先生 那在天津火呀 相当于现在的郭德纲 常常报马 只要有说相声的到天津 必须得跟长家搞好关系 威胁到长家那就算倒了没了 我师爷高元军被妈扣了长连安 他就得在天津有这碗饭 不扣长连安没他的饭 等于我扣了你 你是我师父 靠山到那一说 我长连安徒弟 有饭没人欺负 那这有一个说相声的老前辈 叫 叫什么来着 创作鼠来堡的 还真棒 哦 戴少胡 戴少胡先生 现在使的那个鼠来堡棺材铺 戴先生创作 原来没有赎来堡这活 跟戴少胡写出来 在天津大火呀 厂厂观众不让下去 听十遍一百遍不带腻的 直接威胁小魔物 小魔物接不住了 怎么办 找袁三爷叫黑社会 把戴先生打了一个 打完之后送北京 半道上吐血深浪 戴少胡戴先生就是死的很惨 那这说相什么的呀 都是这样的 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就是 北京再也没有像原文会这样的人了 天津人 这就是一个小插曲 而且现在网上有很多这个传说 说是常见当初怎么怎么霸道 怎么怎么狠 而且常见还是很乱的一个家族 这咱们就不能往外说 我估计就是现儿界的内幕 有点黑暗 咱们先言少许 书归正贿 当地的大恶霸 出来没事出来 看哪有漂亮媳妇 看哪有漂亮小姑娘 她只要看上眼的 拿马鞭子一纸 大手呼啦过去 弄架子 拿架走哪一纸 你看 你们俩就 让恶霸顿走了 哪是要不敢 东方明抬眼一看 哎呀 一瞧坟旁这个小佳人可太漂亮了 问旁边 拿马鞭一纸 这是谁呀 怎么能拍马屁的 叶 这是公子爷 石俊的小娘子 他爹是石市长做官的 不过现在已经死了 哦 石俊 好 不让我看见浑泽罢了 让我看见 小娘子 你可掏不出我的手掌心 回家 老婆 找漂亮媳妇啊 就有这点麻烦 要娶一漂亮媳妇 这个男的必须 你得照得住 照不住走大街上 真赶上那个地痞流氓 真调戏 你要大不过怎么办 我刚才说相着的 尤其过去说相着的 找媳妇 都不找漂亮人 没事出去演出去 弄一漂亮媳妇 坐家里 说相着的 好人又少 特欺仙子 好像端舍这样 好人也不多 不是说捧自己 丑亲 丑妻尽地 嫁中国 你娶一个漂亮媳妇 咱说实在的 没有多得用 关键还得看能不能过日子 正好呢 当然咱们 咱们这三位小姑娘 咱都挺漂亮的 咱别听完这书 咱毁文去 咱就没这必要 好 这个小秧子说什么 我也得弄到手 我看上的女的 那家伙 坏人哪 咱说实在 他这个僧主意 真有 叫人把公子石俊请来 亲自下情节 当地大恶霸 大财 谁都不知道 公子到这来很客气 东方圆外 你有什么事吗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来来 善件 觉得你这个书话不错 给我写一个吧 公子很单纯 很天真的一个读书人 什么也不懂 也没想那么多 好 您让我写您是看得起我 提笔 写了一首词 我什么词书上也没有提 好 这写的啊 这都是黑的啊 哈哈哈哈 他是一点字都不认的 排排酒宴 排排下酒宴 咱们书中暗里交代 酒里头 放了蒙汗妖 公子叶三杯酒一入肚 功夫不大就晕那儿了 晕那儿之后 开始把家里的什么珠宝啊 首饰啊 所谓值钱的东西 都搁到公子身上 给他搭回家去 刚把公子送走 东方明报官 他跟官府 那官府跟他们家开了一样 当地的恶霸咱说实在的 这个地方有没有黑社会 哪都有黑社会 黑社会都是跟政府 都是勾着 这个咱们 不必多说这个 咱们不能给 黑胖子同志再惹麻烦的 都是勾着的 这人确实是实话 跟官府一说 公子石俊到我们家 偷了多少多少东西 什么玛瑙啊 珍珠啊 翡翠 裂了个单子 官府立马派人到十个招 公子爷还没醒呢 这还美着呢 一翻身上 跟这单子一对 一般不二 那能错得了吗 他隔离着 把公子打入死牢 判了一个充军发配的罪 说是充军发配 半道上 派两名借差 要暗害公子 刚把公子发配走 这边派人去家里 把金牡丹可就抓走了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一说这经过那徐良多大的脾气 吼吼吼吱叫 我说 石俊 你放心吧 山西人这件事我是非管不可 我要不管我 他们能气疯了 我先把你送回家 上去 山西大爷徐良背着公子石俊 把石俊送到了家中 啪啪扣打门魂 门分左右老管家出来一看 哎哟 公子厚头了 公子你这是 不要多说 王屋里说 今天晚上我就行踪 我就去一趟他们东方家 我到他们家把你媳妇给竞出来 然后我闹一闹他这个地方 三哥 你一个人去 那是贼妖吗 好几百口子占山为王的 你一个人去 你不要放心 让我看这帮人 是如草芥 徐良也是够狂的 一个人 打听好了地点 来到东方大斋的门前一看 这大斋子 真阔气 旁边绿地炸着 门口两个石狮子 红油漆的大门 挂着灯笼 上马石下马石 一腕枪高到 徐良围着端云绕了一大圈 做到心里有双 从哪上从哪走 怎么去怎么来 心里得有个算盘 要不然 梅头苍蝇乱撞不行 看好了之后点了点头 找了一个店房住下 休息了一天 那叫养精蓄锐 休息好了之后 闹了瓦子上 山西眼徐良也没还野行医 也没穿吊子鬼的衣服 备备低头紧备花中舞 邪化白板囊 雷下旋着金丝大昏斗 飞身形闪房 来到房上手打铃棚 往四下昏秋 一瞧月儿里头啊 都点着灯光 听了听 没有狗叫声 又在白板囊里拿出一块墨玉飞黄石 说是墨玉飞黄石 就石头子 河边上游的是 能捡一兜子 哪找墨玉去 挑肺太高了 啪啪往当院一扔 一听这声音 石头子落地 石皱的声音 不是空檀 空檀能听出来 说明里头是现坑 一听石皱的 徐良放心 飞身形下来 聂族千宗 找来找去 找去找来 就找到东方大宅的这个大厅人 人家这个大厅人 宽阔 里边灯球火把量无多重 排摆下山珍海味 各种上等次的景样 正当中坐着这种 大蓝脸红眉露长头发 旁边四个人 给扛着这一口大砍兜 实际上 一个人就能拿起来 让四个人扛 显着是有分 我一个人一把手就能拿起来 要这个范儿 土匪大头子 讲究这个排场 周围坐着朋友 所谓的小弟们 东方明站起来 冲大伙一包圈 各位 今天我高兴 我还有一件喜事得跟大伙说 过两天 我又要结婚了 一会儿 不定了 古秋多少来了 我又要结婚了 这回我弄这个小羊子可漂亮 叫金牡丹 你们一听她这个名字 就能想象到这个母影 就跟这个牡丹花似的这么漂亮 过两天让你们开开眼 底下都拍马屁 太漂亮了 您的手底下媳妇一个个都错不了 敬你一拍 徐良听着心说 这金牡丹在哪儿啊 我是来就金牡丹的 诶 正这只 来个老妈子 老妈子瞧这个表情 好像挺着急 迈度进来 看看左右 袁老爷 您出来一趟 有事要跟您说 什么事 这都是我的朋友 不要出去 有话实说 那我可就说了 就是您抓来那个金牡丹 死活不从您 我们好说歹说 他就是不听 把他捆上 好家伙 自己在那乱葬呗乱蹭 把绳子解开 自己撕脸丹 现在脸上青一块子一块 您说这怎么办 他骂着 小娘们儿还挺厉害 打 打到他从我为止 好 有您这话我们就敢打 您不发卦我们不敢 老妈子出去 徐良在房间一听 心中大喜 正愁找不着呢 有个老妈子给我带路 这个态 在老妈子后头 悄悄就这么跟着 绕了几圈 绕到后院 后院有修楼 老妈子迈步上楼 徐良也跟上来 往窗户外头一趴 蛇尖点破窗柄指 往里一看 那新房子真漂亮 跟现在这个 现在新来的房子高档次的装修 不次于现在 只是那阵没有这么多便器 新油的漆 墙粉刷的洁白 新褲子新被子 被子上绣着一顿鸳鸯 一桥屋里头 坐着六个老妈子 旁边站着八个丫子 说是老妈子 说是丫鬟 比母业这还恨 一个个拧着没瞪着眼 手里头都拿着鞭子 女的呀 咱说实话 有的那个女的呀 您从面向一看就能看出来 恨你 有的那个女的呀 从面向一看就厚了 一瞧屋里这十几口子 哈哈哈哈 这是怎么厚道的 一瞧屋里这十几口子 家伙一个个 您没动物 刺牙铁嘴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漂亮 跟你说实话 我们东方原本爷什么样都没见过呀 你看看去 随便蹬出来一个都比你漂亮 你拿什么糖啊 你跟那个实俊能有什么好结果呀 你跟我们东方原来多好啊 吃喝不愁无忧无虑 你就是皇上一样的生活呀 瞧你啊 小嘴一怒还不同意 我告诉你 刚才东方爷说了 你要是再不听话 我们可就打 老妈子真恨 徐良一瞧这老妈子 好家伙 穿的衣服也漂亮 白衣服 外头黑长 旁边小丫头 穿的衣服 红白道 蓝袖口 看着穿黑衣服 老妈子过去 戴着玉坠 人往这一站 就跟母叶臣一样 啊 那恨哪 好家伙 徐良恨哪 你说这个 我要是不把你们俩给宰了 都对不起我 还不这样 长得挺漂亮 这么狠 都还在那儿露 我告诉你 再问你一句 从不从 我告诉你 你是说起 姑奶奶死也不从 你说这个话 窗户外面的徐良 半条大指 打了 我这个弟妹真好 我得听听 她要说我从了 那晚了我也不救她 她是宁死不从 那这样的人 我救着好 徐良一看 差不多了 也不说话 来到窗户根这儿 啪 啪 啪 敲窗 屋里 我告诉你 谁啊这是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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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开 您可听明白了 山西大雁徐良可没穿雕丝骨的衣服 就是本来的面目 冲着穿黑肠的老妈子一呲牙 啪 啪 把这老八子吓 啪 啪 大石就晕了 哈 那个红白道 蓝袖子 在那儿 琢磨着这查 您俩乐什么呢 又没说您俩 这就赶上个寸劲儿 你说 红白道蓝袖口 外部就出来了 怎么意思 穿着白拖鞋 拿着鞭子 往外一走 徐良冲他一呲牙 盖儿楼一声 这也吓晕过去 徐良迈步进来 屋里这十几号可就乱了他 我子儿八混叫 他闹鬼了这是 徐良一抬手 不要说话 不要吵吵 你们谁敢吵吵 我要你们的狗命 都给我趴好喽 一个顶一个的 给我趴着 你那个胖子你趴最下头 吓着你趴 你你你你 你在这上头 好家十几个 这屋里挪了一溜 徐良迈步来到金母的跟前一看 金母带也晕过去了 徐良谁不害怕的母女 赶紧把金母带救醒 这也不能扑了前行吹的后背 那这徐良成流氓了 掐人都 不行 你不要害怕 我不是别人 我是你三哥徐良 是石军让我来救你的 你三哥 你真是我徐三哥 我真是你三哥 我得带你走 你们去把别动混都给我叠好了 你弄动混 我背着你 别出事 杀了你 因为啊 我没有办法 男女受受不轻 但是没有办法 我背你可是背你 我可没有非分之想 我要有一点非分之想 天大无雷轰 死在落箭之下 三哥你别说了 我什么都明白 徐良那是正人君子 这必须得交代明白 因为那个时候 男的背的女的不行 手拉手都不行 像您这都坐一块 那在那个时候 这你这就麻烦了 知道吗 把金牡丹往身后一背 徐良临走还说呢 我都不要动 都给我带好喽 我哪个敢动 我要你们的狗命 黑暗不动 十几个在这裸着 徐良一伸手把背部抄过来 把这几位给盖上 这几个人怎么着不提 当说徐良 背着金牡的回到了石家 来到石家 跟石郡得交代明白 这个地方不能带 赶紧去开封 到开封能保你平安 这边怎么走不提 单说徐良 徐良心想 这个东方明 当地的恶霸 我要是不把他给铲了 这个贼咬我要是不给断了 那将来老百姓还得受罪 让我碰见 我就必须得管 徐良 这一晚上徐良没少车呢 竟施展夜行术了 再一次来到都方大宅的房院前 飞身要上房 跺了跺脚 刚要上 没上去 山西燕来尿了 你说侠可也尿尿 我心想 侠可也是人的 他哪里来的网巴 又瞧瞧的 怎么这会儿懒尿了 一看前边有个黑胡同 徐良冲着胡同里边 裤子一脱 开始尿尿 他这个人 最舒服的时候 就是在厕所 方便 憋了一多钟头 山洪炸蟹 那比吃什么好东西都享受 徐良冲美 这尿啊 不说你擦就尿完了 刚尿到一半 还没尿痛快的这么个结果人 就看有大胡同里头 飞出来一块狮子子 仗着徐良冲汗过来了 徐良冲 往旁边一甩 尿一点没糟紧 全旁边竖着 只要搁别人石头子 砸脸上 一甩肾 石头子躲开 敢躲开 徐良冲把裤子穿好 飞身形进胡同 手 刀也冲出来 心说哪敢往旁边修修的 把我正 把我正撒着尿 把他这是暗害过的 呀 刀一看 找了半天 胡同里头 什么人都没有 徐良冲往房上一看 似乎有一道黑眼 手他上去 徐良冲抬手 抽出一块石头子 啪一扔 就听房上那黑眼 这么一声 跑下去 徐良要不是有事 来 就追下去了 你都往外里求求 把你跑了 有机会我碰见你 我把你活活给披露 您可记住这个黑眼 这个黑眼可关键 徐良撒尿的时候 人家打了他一石头子 您可记住这茬 黑眼不提 但说徐良飞身上房 找个没人的地方 把吊死鬼衣服换上 现在我也使唤使唤这套行头 找谁找找乐呢 到女客那边了 今天晚上拍白酒宴 男兵女兵都分着 徐良奔女客那边 一看 里边好家伙 一个个贵妇们 穿着流罗绸缎 在一块 女的在一块那不吹别的 啊我们爷们儿挣钱多啊 啊我们爷们儿 都是吹男朋友 一般来说 徐良一看 正当家坐着一个贵妇 白瓜子黑袍子 在这一座门门当当 脖子上戴着 观音的那个玉珠 跳麻婆 一看就有钱 旁边的 旁边坐着她小妹妹 红白道 丸袖口 拾着小便 拿着一四四方方的小红末 哼 那边没有手机 在这吹 我爷们儿挣钱太多 那是当地大财主 爷们可是不如我 我爷们昨天看见我弄这玉珠呢 架直连城 世间无二 还以高兴对着脑袋根根是鹿 徐良得气啊 你可忘了把绿球说 就你们两个啊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你们两个 徐良呐呐呐呐一声就蹦下来了 他就一蹦下来可不要紧 那贵妇 白衣服黑袍子 戴玉珠那位吓他 手上戴着一银桌子 顺手银桌子拿起来 啪就扔过去了 谁说哪来一吊丝鬼这儿 哈哈哈哈 你也戴着一个 哪这寸子 哈哈哈哈哈哈 徐良你是歪脑袋躲开 叭叭直蹦 着一蹦可不要紧 这女阁门就乱她套了 女人一般的那个胆子都小 没有说胆子大的 看哪来个吊子鵝 好就是 女头一个冲过去 没有 你肚子 啊 救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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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梁瑪 徐梁瑪当怨奔 奔 之蹦 大伙这一闹可不要紧 就惊动了 东方明 东方明这儿喝着的 唉 那漂亮媳妇 酒厅那边 乱到套了 怎么回事 有人来报 来吊死鬼 把女客人吓坏了 那俩贵妇都瞎扔过去了 那个连银桌子都扔了 哎呀哼 东方明心说这个得瞧瞧 请到位 说声请到位 伸手把这头打当一蹲 弟兄们跟着就出来了 当愿一战 一看徐良一个人吊丝骨的衣服 奔奔之蹦 东方明也吓了一跳 吕吕是吕吕 也是人 真看见鬼谁都害怕 对 小辈 咱都是床江湖的 少跟我弄这套 你精精是个谁 徐良也不说话 一边叫一边蹦 奔奔奔 东方明给气 好你个臭鬼 仔细往下一看 看见徐良穿这鞋子 靴子 他那个吊丝骨的袍子呀 不是说徐良不多合身 正好插这么一块 把鞋弄出来 哈哈 东方明乐了 我说 这位朋友 你看你那双鞋 赶紧把这身衣服脱了 把你那夹脸摘了 让我看看你精精是个谁 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了 那徐良再装吊丝骨没劲 夹脸摘下来 袍子往旁边一放 露出本来的面 我让你把夹脸摘了 这就是我的脸了 哎呀 东方明星长这么惨 比我都难看 一看这白眉毛 东方明星里头咯噔一下 白眉 您是徐良 这是你山西老祖宗 我就是徐良 一步一步往后之推 人的名竖着眼儿 徐良那在江湖之上 一提一个雷天下想 谁不知道 东方明身后 跟着那帮小弟走 往后之推 这二百来号人 就让徐良这两个字 给吓了 东方明一看这不行了 我往后退 他们也往后退 这让人一看我这 府邸太醉 太丢人了 经内创荡经虎 怎么创 哎呀 这徐良就长这么模样 往这一站软了八几 水遮腰三道丸 面如紫阳开 看手无腹肌之力 他能有这么大能耐 这不行 别是骗子吧 徐良碰见的都是梵桐 那能力大的没碰见过 我得试试 看看这丑鬼精进怎么样 想到这儿 再看府邸太岁 往前提纵身 楼头盖上 大喊到 照着徐良面门 哗都下来 山西大雁一看 喊了一声 啊哪点好 徐良没有什么 这招式没有 水说妖 娘娘闷闷的 往旁边一闪 一刀打空 腕子一翻 使了个墨丘 徐良一低头 刀走空 刚把脑袋抬起来 人家刀又回来了 徐良再一滴脑袋 躲过三招 徐良每次伸手都是这样 不打 先让对方三招 敢让完这三招 徐良心里又低了 心说这个恶霸 伏地太罪 东方明 不过如此 这口刀倒是挺胡人 个儿大 刀头也大 真拾起来 招数发慢 别说一个你 十个这样的你 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个网吧 你瞧瞧的 我劝你啊 自己拿刀 把你脑袋 扑了下来就完了 而山西人 金丝大混到一出来 你也叫废了 太阳 好你个臭鬼 你可欺人太甚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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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就三刀 这阵徐良一转身 金丝大混刀冲出来 一个照明 伏地太罪 东方明 人头落地 就一个照明 多了没有 我看这一个照明 这被脑袋掉了 可不要紧 东方明也有死党 那些 女客们 什么黑场 胡白道 那都是东方明 死党的都 虽然说那俩下晕过去了 吧 还有这帮小弟兄 哎呦 一看东方明死了 这可就不干了 轮围死了 一会上 一步行俩 俩不行十个 一会上 二百号人 各大家伙 就把一个山西宴 围在当中 徐良害怕了 真害怕了 全是人 真二百个人往这一站 让你拿金丝大混刀 一个一个削脑袋 我估计你都得削了四十多分钟 可能还削不完 人家还打 你还得躲 再还手 当院可就展开了 肉博战 二百号人 也有能耐大的 也有饭桶的 各两家伙 山西宴这口金丝大混刀 简断结束二十分钟 徐良都成血糊了 把个徐良累的 壁八病叫热汉之汤 浑身上下的零碎 早扔没了 须须带穿 心中暗响 老天爷呀 老天爷 山西宴徐良 就死在这里不成 打着打着呀 这刀啊 也慢了 眼前发花 看人呢 看人呐都能看出六个脑袋来 您琢磨琢磨这还怎么打 眼看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徐良扬天长塌 哎 到天爷呀 派谁来救救山西人 刚说完这句话不要紧 就听房闪游人搭茬 三哥 别火 我们到聊 众人往房闪观看 一看房闪 站着四位 头一个 挫不伦敦 压不伦敦 蹲不伦敦 小伙子长得个头不高不挨 不胖不瘦 浓眉大眼 逼之口 获两耳垂伦 头戴纹包 金卷的拧头 左边边 白打麻婆扣寸 拍过的牛 周身牛 判牛扣 距离扣旗 青段子都干滚枯 脚下蹬一双 薄底快靴 省中一口 龟零取宝刀 谁 小夏爱虎 爱虎旁边有一个小伙子 长得给他漂亮 就崩提了 白脸堂 说白不白不白 又白白中透亮 亮珠透白 宝剑眉斜插入病 直入天仓 一律峻目 躁不分明 两耳垂伦 鼻指口阔 头上戴着粉灵色 六斑装钉帽 并边斜插 手挣戒樱花 手挣戒樱花 和一般的花可不一样 俗话说 带花不采花 采花不带花 带花采花 必死于乱刀之下 浑身上下 春白挂松 手中一口钢刀 旁边还一拙 也是一个漂亮小伙子 长得就跟八位粉哪吒一样 粉哀哀的一张小脸 这个小脸嫩的 你拿手都不敢碰 一碰就一个坑 那就吹弹得破 浑身上下 也是春白挂松 手中 链子枪 还有一位 这位露半把脑袋 手扒着方 长什么模样 看不出来 书中暗笔交代 这四个人是谁 头一个 小虾爱护 旁边那位 分子都如真 再一个是 玉面专注白人生 露半拉脸的那位 傻小子 劈了狂风 寒天井 乔吾意在家 学粮 各五个人 要学习 太岁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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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